朝鲜指责美国 日本和韩国在周四到周六举行的自由之任三边联合军演 称这类军演让这三国的关系演变成了亚洲版北约 美日韩三国29日结束为期三天的自由之任联合军演 美国航母罗斯福号 日本护卫舰爱旦号以及韩国KF-16战机组参与其中 此次演习涵盖海域 水中 空域 网域等多个领域 演习内容包括海上反导 反潜作战 网络防御等训练 美日韩领袖去年举行三方峰会 并同意每年举行联合军演 对于此次演习 朝鲜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 美日韩过去也曾举行过无数次各种民意的联合军事演习 但从未有过像此次这样 惯以特别名称举行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的先例 朝方强烈谴责美国 日本和韩国在针对包括朝鲜在内独立国家的挑衅性军事行动行进 并严厉警告将带来致命后果 声明指出 一切称之为合作以加强地区内稳定和安全的关系 都是在玩文字游戏 声明表示 美国称霸世界的首要目标是形成全球性的包围网 以遏制那些反对他强权和专横的自主主权国家 声明还表示 美日韩与北约每年联合军演一样 决定定期进行三方联合军演 称美日韩关系已经具备了亚洲版北约的雏形 对此 朝鲜不会忽视美国及其盟国领导的军事集团的壮大 并将积极应对 以保护区域和平 凤华卫视综合报道